有朋友問135 好吧 雖然最近是有一個自然氣的事件 氣煙方面爆炸 不過不是影響到崑崙能源 因此部分走廁資金 它都要找不找氣買的 可能就過來這裡 就算不是也好 中國去到2030年 都是用了所謂的乾淨的能源 因此是會對它好用的 在這個日線圖上面 它是繼續你看得到它 是沿著保利亞通道的上軸去做 這裡開始是應該有些壓力的了 有貨的朋友是要留心 如果在這裡上面一路出 有一天是出現陰燭的話 就需要考慮是不是需要走貨了 現在它還未能出陰燭 不需要考慮的 即是如果它一有出現陰燭 就像這裡這樣 或者就像這裡這樣 它們就會需要考慮 有一個調整